长长道路穿越美丽山川 耗时九年苏花改一月六号全面通车 苏岛王板宜兰至花莲的通过性车辆 台九县台九丁县分流 整体路廊交通事故相较以往明显下降 以台九丁县苏澳至东澳段为例 肇事案件从106年的37件降至107年26件 108年剩下14件 目前的规划是让大货车未来走苏花改 让我们原来的旧苏花就是所谓的台九丁 变成景观道路 那这样分流目前看起来是有初步的效果 为了维护行车安全 公路总局积极推动苏花改汽车及机车的分流措施 目前苏澳到东澳段开放小型车大客车 还有非管制的大货车通行 至于南澳到河平段及河中到大清水 竟开放小型车大客车通行 大货车尚未开放 我们建议在很多弯道的部分 扩建我们的闭车弯 也要在全线有监视的设备 主动地积极地取定那些违规的事项 机车骑上苏花改万众期待 苏花改是否开放机车通行 目前公路总局也正在审慎评估 现在先在我们的南回 所谓的草浦生永隧道 大型重型机车先去做行驶 然后观察它的一些指标 苏花路廊特殊地形环境 除了公家单位相关座围提升行车安全 还需用路人共同遵守行车管制规定 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